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三个男孩 蒋经国在日记里曾经这样写道 笑文不错 笑舞荒唐 笑勇可爱 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也曾试图培养三个孩子接班 分别把他们都先后送进了高雄的凤山军校学习 但可惜的是老大老二都是典型的公子做派 受不了军校的严格纪律管束 没出几个月 两人先后落荒而逃 好不容易 最小的笑勇颇为稳重好学 偏偏又因为一次意外受伤 祖母送美玲发话 让其结束军校生涯 于是 一心想在蒋家第三代中培养出一个职业军人的蒋介石 最终无奈接受失败的结果 长孙沉迷九次 无法自拔蒋介石父子失望 透顶孝伦本是孝自辈当中最得处的一位 由于是长孙 蒋介石从小就 很宠爱讲孝文 孝文血液里有俄国基因 生性早熟热情 又兼具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个性 到初中时 他的学业成绩已经下滑得厉害 简直就是满堂红 但是生活方面却越来越多姿多彩 半夜三更 时常命令便衣侍卫 协助他把家中车扣的吉普车 推到门外马路上 以免惊醒父亲被阻挡 然后再发动引擎 外出逍遥狂欢 蒋经国打孝文打得特别凶 有时候吊起来用鞭子抽 吓得蒋方两位孩子一路哭惨求饶 经国知道孝文成不了大忌 其实早就对他不抱希望 偏偏蒋介石不放弃长孙 对孝文依旧寄予厚望 1954年 蒋孝文考进了凤山洛军军官学校 尽管蒋介石父子费尽心机 反复交代校长 对孝文好生管教 但是 孝文向来我行我素 成为学校独一无二的特权分子 他完全不服从管教 抽烟 喝酒 以示家常便饭 每天夜里吹过西灯号 孝文就翻墙外出 喝 一群狐朋偶友 到高雄市通宵打蛋 喝酒 跳舞 男男女女共处一室 私混完 即使如此 孝文也没有把军校念完 很快就主动退学回到台北 蒋经国只能重新为他规划出路 其实四个孩子当中 蒋经国最爱孝文 大抵因为孝文1935年12月出生于苏联和金国 方良夫妇同处艰苦困顿的日子 孝文是两夫妻在困苦之中最大的慰藉 加之孝文长大之后 高大英挺 气语不凡 当年不少人都称孝文蓝色铜人酷似美国影星保罗纽曼 散发迷人魅力 让身材不高一米六三的蒋经国 以拥有孝文这样高大挺拔的儿子为荣 最终 蒋经国想尽办法安排他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读工商管理 但是到了美国 孝文的公子哥个性丝毫未改 那时 蒋经国成天忙于公事 每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 还要三天两头接到美国长途电话 通知他儿子又出事了 为了担心孝文统 出大披露 蒋经国特意拜托美国中情局顺便将孝文每天情况定时告诉他 要利用杨特物来跟踪自己儿子 这也算是蒋家王朝一大经典的 最终 孝文沉迷于酒色生活 经常在外通宵喝酒 颓废自伤 自毁长城 把身体喝出了大病 也让蒋介石对长孙的期待全然破灭 枪顶国安局局长蒋孝武大闹松山机场蒋介石 在垂暮之年 主官上曾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 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 从现在解密的若干第一手档案证明 蒋介石一度对孝武抱以极大希望 他曾经积极培植孝武 要他担当起未来的治国重任 蒋孝武抗战胜利前出生于重庆 在四川 杭州 南京 凤化西口 都有祖孙的欢聚踪迹 1966年5月 蒋孝武已若冠之年 离开台湾远赴美国留学 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 《钟爱与挂念愈然之上》 留学归来后 孝武本来很希望能为祖父 蒸光 然而 孝武最大的问题 是他心里不够稳重 办大事常弄小沉重 因而 也让经过头疼不已 孝武在四个孩子中最聪明伶俐 但是 他小时候得过肺病 常常窝床 或许是这个病造成他个性极端 艾增极分明 却又相当阴沉 后来 孝武果然找到了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 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 情报圈子充满了各种诱人的神秘元素权力 金钱 女人 特别是权力 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 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心无形资源 他也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 这是经国与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 那段时期 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 似乎都带着孝武 孝武先生 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 或者他的代言者 但真正让蒋经国对孝武伤心绝望的 是蒋孝武处理与汪长师的婚姻问题 孝武不听从父亲劝解 执意与妻 此分道扬镳 这让蒋经国强烈不满 而最终发生的一桩持枪大闹松山机场事件 更使经国先生对孝武真正失望 某次 孝武与汪长师大吵一架 汪小姐盛怒之下 拎着皮箱行李直奔松山机场 孝武不但不加阻拦 反而叫孝他要走 干脆把孩子也一起带走 汪长师驱车抵达机场时 弟弟孝勇得知消息 火速向蒋经国报告 经国一听 这还了得 孝武是不是要造反了 联盟命令国家安全局局长王勇树赶赴机场 不准汪长师登机 如果汪长师已经登机 设法阻拦那般飞机起飞 气冲冲的汪长师刚上飞机 王勇树匆匆忙忙赶到松山机场 紧急通知塔台和航管人员 某某航班暂时不准起飞 搞得松山机场如临大敌 许多旅客还以为发生截击事件 孝武此时也赶到机场 王勇树还没有反应过来 哪知道 孝武已经握着一把手枪 顶住王勇树的肚子 以半歇斯底里的语气说 你马上让飞机起飞 不然我先逼得你 众目睽睽之下 堂堂总统之子将孝武 拿着一把手枪顶住国安局局长的肚皮 这是何等有尸体筒的事情 被孝武以枪顶住肚皮的王勇树 担心孝武情绪失控 发生意外 只好隐落邦长师搭乘的飞机起飞 大闹机场事件 使得孝武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地位跌落谷底 此后 外间各种所谓孝武准备接班的传闻完全是真 按蒋经国的想法 一个连家里都摆不平的孩子 有什么资格谈些班 三个孙子在军校都待不久 将军梦彻底扑灭蒋 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个儿子 童年在台湾度过 蒋介石夫妇 尤其是宋美龄特别喜欢这个小孙子 不管遇到什么烦心的事 只要这个小孙子走到面前 喊一声也也耐了好 他们就会立刻转怒为喜 由此可见 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心中的地位 二哥孝武之比孝勇大两岁 兄弟俩同小就像一对小 冤家一见面就要打闹 由于孝勇年纪小 个头小 当然不是孝武的对手 打输了 只能拿出绝招哭 蒋经国常常叫他别哭 结果看到儿子照哭不误 于是火冒三丈的开打 这样就越哭越打 越打越哭 成年后的蒋孝勇毫不讳言的说 他是三兄弟中 被父亲打得最多的一个 虽然小时候调皮经常挨打 长大后的笑容 却成为蒋家第三代最懂事的一个孩子 也是最少让蒋经国夫妇操心的一个儿子 蒋介石也对他寄托很大希望 常常把他带在身边而提面命 中学毕业后 蒋介石和蒋经国商量了许久 还是让他进高雄凤山军校学习 凤山军校一直寄托着蒋家的希望 老大孝文赫朗二孝武 两位自有散漫贯了的公子 都受不了军校全革纪律管束 没出几个月就落荒而逃 这让蒋介石大失所望 因为在他眼中 蒋家第三代在他百年之后能否继承其一波 关键在于军界的影响力 现在希望似乎只能寄托在小孙子蒋孝勇身上 最好他也像自己当年跻身政治舞台时一样 首先从郭敏党的军界干起 果然蒋孝勇在军校不像他弟哥哥们 既不开汽车闯火 也不随便触犯校规 在各种考试中也多次名列前茅 不过一次意外却改变了一切 一次军事拉链中 他不慎将脚扭伤 送到医院却久久没法愈合 等到几个月之后有所好转 却再也跟不上同期的学员了 事已至此 祖母宋美玲一锤定音的说 依我看 索性就别让孝勇回军校了 他那只受伤的脚好不容易才治好 万一继续受血 如果再受伤了 又将如何得了呢 这对一心想在蒋家第三代中 培养出一个职业军人的蒋介石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而蒋孝勇本人也因为这次挫折 改变人生规划 选择了与政治相对较远的经商之路 总之 三个孙子的不同人生之路 最终让蒋介石的第三代 接班梦彻底复之东流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河南商报有删结来源 苏州广播电视报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